与球式竞赛 戴茨颖自认失误多称赞张贝文 她的球恨有威胁 球后戴茨颖今日直落而击败美国华裔女将张贝文 晋级式竞赛女单八强 更缔造个人31连胜记录 赛后受访她自认 目前状态正常 但是在打低时候有比较多的失误 还可以再修正 媒体询问戴茨颖 去年为了参加台北市大运 未能参加市竞赛 今年再参加有什么特别意义 小戴表示 这算是一年之中最大的比赛 还是会希望能尽力调整到最好状态 但还是要看下场的临场发挥 媒体接着问 有信心继续延续连胜记录吗 小戴苦笑一番说 我会尽力 此外 小戴还称赞对手张贝文 今天的发挥 他的球一直以来都蛮有力 蛮有威胁 所以我今天打的也是蛮不容易的 最后 提到下一站有可能遇上近期多次交手的中国和兵交 小戴表示 他的球路很刁钻 毕竟是左手的 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球路 我会尽力就会尽力 我会尽力就会尽力 最后